记者蔡宗宪屏东报道,屏东三军联训基地在恒春半岛实行近20多年阿兵阁洋葱驻收,军民间感情深厚,今年仍旧每天派出200名兵力夏田,今年志愿一女兵增加,洋葱田间更常可见清秀身影,穿着红衣驻收的陆战队身影,更形成洋葱采收记最美的风景。 今年海军陆战队一贯粒粒投入恒春半岛洋葱驻收任务,出动陆战99旅部二林市官兵,从今日起至4月底,一天出动200名兵力,持续实施洋葱驻收爱民工作,御华驻收面积高达605公顷。 军方表示,洋葱驻收工作全胜时期,军方每次投入600名,时间长达50天,近几年驻收兵力逐年下降,时间减为40天,104年减至225人,105年减至200人后,至今都没有调整人力或听数的演绎。 陆战队近年增加不少志愿义女兵,也成为洋葱驻收的生力军,首次参与洋葱驻收的夏世黄晓晴说,一直很爱吃洋葱,采收洋葱的过程之中,了解到传统农民的工作辛苦,也很感激农民长辈的照顾,整天凉水,点心从不缺,很荣幸能参与这个陆战队年度任务。 当地葱农老林说,近年采收的人力越来越难找,军方支援并非农民贪扫便宜,而是真的照无采收人力,时间一拖长,洋葱势必在天间腐烂,干几多年来的协助,也期盼农政单未尽,快辅导转型机械化采收。